欧盟同意援助500亿欧元 那乌克兰迎来转机了吗 有很多细节你们没看懂 这500亿欧元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车说 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根据综合新闻的报道 这个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在其社交媒体上就宣布 说欧盟已经同意了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 坦白来说这条消息很突然 外界事先并没有收到消息 因为就在这次欧盟峰会的前夕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实际上一直都是坚决反对欧盟向乌克兰进行援助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欧尔班这次居然是同意了 所以才让这个援武法案是顺利的通过 之前有消息就说 在援武问题上欧盟是持续的对匈牙利施压 甚至是宣战了 就表示如果匈牙利继续阻止援武 那么欧盟可能会对匈牙利采取经济战 所以这一次欧尔班松口 可能和欧盟的威胁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欧盟私底下应该也是答应了不少匈牙利的条件 不然欧尔班也不可能一改常态 同意队伍援助 话又说回来 当这个消息传来之后 在互联网上是立刻就引发了热议 不少的网友就表示说 乌克兰迎来转机了 有希望赢得战争 但是在我看来 这部分网友可能是高兴的太早了 因为有很多细节 他们没有看懂 细节一就是这项500亿欧元的援助法案 需要分4年来支付 那么平均一年是125亿欧元 但是根据这个数据的统计 2023年欧盟各大成员国 对援助加起来是约180亿欧元 也就是说 从金额来看 欧盟对乌克兰的每年援助 不仅是没有增加 反而是减少了几十亿 而这样的援助规模 是无法支撑乌克兰政府 以及乌军每个月的支出的 细节二 这项援助法案需要分4年付款 但是俄乌冲突还能够再打4年吗 乌克兰还能撑4年吗 一旦战败 欧盟还会给这笔钱吗 这些都是未知数 细节三 根据俄罗斯上议院 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克里莫夫表示 欧盟援务的资金不是礼物 而是贷款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乌克兰政府将增加国家债务 并且付出贷款利息 可能欧盟给的利息很低 但是在500亿欧元的本金面前 在地的利息恐怕都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问题就是财政极度困难的乌克兰 有能力来还款吗 基于此 从这些细节来看 欧盟出台的这项援助法案 其实并不是全心全意的 想要帮助乌克兰来打赢俄罗斯 而是在拖延时间 如果欧盟真的有这个心 那这500亿欧元 就不应该是分期四年 而是应该在2024年 一次性的援助500亿欧元 那么这样 乌克兰政府才有足够多的资金 去采购武器装备 去发放抚恤金 去奖励前线的战士 这个道理 我相信欧盟各国领导人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这是打的什么主意呢 事实上 2024年对于美国以及欧盟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谁当总统都会影响全球的局势 如果是拜登连任 那么过去四年的战略才会继续执行 假如是特朗普当选 那拜登与民主党的种种计划 恐怕大多会被推翻 这也是很多欧盟国家无法接受的 因此相比特朗普 欧盟会更倾向于让拜登来连任 在这种情况下 欧盟站出来帮助美国承担更多的资金 用实际行动来力挺拜登 也是在情力之中的 但是让欧盟彻底的把家底掏出来堵 估计他们也是不敢的 那么关于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